各位们,上次课咱们讲了温病,常用诊法里边,变蛇,变尺,和变斑枕,白培这两部分。 中间还有变常见脉象和变神色,这部分内容比较简单,大家自学。 那么咱们就把变常见症状提到前面来。 第三,变常见症状。 这个症状啊,是在病变过程中出现最多的。 我们中医所说的症状,包括症状和体症。 因为体症呢,它是客观的。 你比如说发热,用体温表可以量出来,很客观。 你比如说头痛,你就很难客观检查。 也可以说没办法检查,只能靠病人说,这是他自我感觉,这属于症状。 但是中医呢,分的不是那么严格,统称都叫症状。 所以我们所说的变常见症状,其中就包括体症。 在温病中有些个主要的关键的症状出现,可以标志病情发展的阶段。 所以啊,很重要。 另外有些个相似的症状,也需要进行鉴别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变常见症状里边,挑几个主要内容,给大家分析一下。 第一个就是发热。 发热就是体温升高。 它是温病里边最主要的症状。 咱们前面反复讲嘛。 温病是外感四十温热邪气所造成的,所导致的,以发热为主要临床特征的,多种急性热的临床特征。 就是说没有发热呀,就不是温病。 所以发热是个必见症状。 但是除了温病之外,伤寒也有发热。 内伤杂病也可以出现发热。 那怎么见别呢? 当然和内伤杂病呢,好见别。 内伤杂病的发热一般都是低热。 而且它是逐渐形成,起来也见。 但是呢,它去的也慢。 它病程比较长。 常见的比如说,虚症里边,气虚,血虚,阴虚,阳虚,都可以导致发热。 时症,瘀血,气质,可以发热。 时机也可以导致发热。 还有,盈位不合也可以导致发热。 总而言之,脏腑本身功能失调可以出现发热。 但是它是逐渐发生,而且病程比较长。 它伴随着它的内伤杂病的临床表现。 它和外感病不同。 所以这个好见别。 另外,瘟病的发热和伤寒有什么区别? 它们区别主要在初起。 初起,寒热的程度不一样。 那么除了和内伤杂病和伤寒见别之外, 瘟病本身发热也有各种各样的热型。 它的类型也不一样。 也需要把它区分开。 特别是要掌握每一种发热的病机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热? 把病机搞清楚, 那么对我们的临床诊断很有指导意义。 下面,咱们就介绍这么几种类型。 第一个类型是发热物寒。 所谓发热物寒是发热与物寒同时存在。 一个病人既有发热又有物寒。 而且它的特点是发热重物寒氢。 这和伤寒不一样。 伤寒是物寒重发热氢。 我这提一个问题, 大家考虑一下。 伤寒和温病, 它发热和物寒的氢重, 是以体温为标志, 体温的高低为标志, 还是以病人的自我感觉为标志? 以自我感觉为标志, 不是以体温为标志。 这个对。 你比如说, 伤寒说, 物寒重发热氢, 它体温可能是39度, 甚至于可能是40度。 但是病人就感觉到怕冷, 他不觉得热。 因为什么呢? 奏礼必赛。 阳气寓于礼, 不能悬发到体表。 体表得不到阳气的温序, 他透出的感觉是怕冷, 实际上他体温很高。 而温病的发热, 体温可能是38度。 但是呢, 他觉得热, 冷的倒是次要的。 所以伤寒和温病的寒热, 是以自我感觉为主, 不是用体温来衡量。 温病发热的特点, 是患者自觉自我感觉发热重。 就是热的难受。 或者有的病人就说, 我鼻子里就好像冒火似的。 实际上他的体温并不是很高。 因为他学习在表, 也就是38度左右。 同时还伴有轻微的乌寒。 如果没有乌寒, 那就不是表热了。 他有乌寒的感觉。 但是乌寒和发热比较起来, 他觉得是次要的。 温病为什么在表证会出现发热乌寒? 发热很好解释, 因为体表有了邪气的侵犯, 人体的正气, 包括精液和阳气, 就要调动到体表来和邪气斗争。 正邪相争就出现发热。 大家记住, 不管是伤寒还是温病, 他发热的原因都是正邪相争。 但是不包括虚正, 实证的发热都是正邪相争。 如果正气没有力量和邪气争了, 他就不热了。 这是发热的原因。 为什么他也误寒呢? 咱们前面反复强调过, 温病是外感热邪, 它和寒邪不一样。 感受温热邪气, 奏理并不必散, 是开泄的。 按说奏理开泄, 阳气能够宣发到体表, 它应该不误寒。 但是你不要忘了, 它还有邪气存在。 阳气要向外宣发, 邪气也要向里去啊。 这样呢, 邪气就欲在极表, 这叫表欲。 伤寒叫表臂, 叫寒邪竖表。 温病叫温邪习表。 伤寒是表臂, 温病是表欲。 不一样, 邪气的性质不一样。 它侵犯人体以后, 表现形式不一样, 对人体机能的影响不一样。 所谓表臂, 奏理是避赛的, 完全封闭的, 所以阳气出不来。 温血不是寒血, 它并不避赛奏理, 所以呢, 它体表不避赛, 但是因为有邪气代表, 它阻碍了阳气宣发的通道, 所以体表的契机也不通畅, 也叫表欲。 念也就是说, 它不像正常人一样, 阳气能够自由来往, 正常的像体表宣发, 那当然正常人就不误寒。 它因为有邪气阻碍了阳气的宣发的道路, 所以呢, 也有误寒, 但是它奏理没有完全比赛, 所以它误寒情。 这就是温命伤寒, 表证, 寒热轻重的区别。 发热, 微物逢寒, 鉴于表证。 那么按照病变部位说, 叶天师讲, 威胁上寿首先饭肺, 它是勤起肺气, 肺气的表层, 在口鼻皮毛节段, 所以属于胃肺。 第二种热情。 寒热往来。 所谓寒热往来, 是勿寒和发热交替出现。 寒来了, 热就往, 就走了。 热来了, 寒就走了。 它们不是同时出现, 而是交替出现。 那这种热情, 鉴于, 邪在邵阳, 半表半礼, 邵阳病。 邵阳指的是哪呢? 足邵阳胆经, 守邵阳三交经。 都是邵阳。 在文病来说, 足邵阳胆经有热, 或者是守邵阳三交经有湿热, 都可以出现寒热往来。 就是温热病, 湿热病, 都可以出现那种情况。 它的表现形势, 和伤寒有点区别。 它是热重寒情。 就是在往来寒热, 寒和热比较, 热是重。 乌寒的感觉, 比发热要轻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它外感的是热血。 为什么邵阳病会出现寒热往来交替? 这个道理很简单。 邵阳是半表半礼, 邵阳为书嘛。 所谓书, 是什么书? 升降的书。 同时, 它也是出入的书。 也就是说, 它是契机升降出入的书纽。 那么首都邵阳, 谁管理出入, 谁管理升降? 有没有个区别? 升降, 首邵阳三交。 出入是足邵阳胆。 那么请问, 这个寒热往来, 究竟是出入时长还是升降时长? 是出入时长还是升降时长? 有的说出入, 有的说升降。 实际上升降出入都时长。 升降出入它本身是一致的, 是互相协调的。 升降时长, 出入也是时长。 所以在这个通俗伤寒论里边, 何秀山有一个碍语。 他说, 首族邵阳也。 首邵阳和足邵阳, 实际上就是一个邵阳。 因为都叫邵阳嘛, 分而言之, 有首邵足邵, 升降出入之分, 实际上都是邵阳。 所以, 施热病的, 施热邪气组织首邵阳三交, 升降时长, 那么足邵阳胆经的出入也时长。 温热病, 足邵阳胆经有热, 出入时长, 首邵阳三交的升降也不正常。 原因就是说, 它阻塞了气机。 打个比方啊, 这个半表半礼啊, 这个枢纽啊, 就好像咱们这个门上的折叶一样, 那轴一样, 它管理门得开关, 这个轴要发生了障碍, 这门关上就开不开, 开开就关不上, 所以这个枢纽就失常了。 比如说, 现在感受的是热邪, 它把这个门给打开了, 关不上了, 邪气就要往里进, 正气呢, 就要驱住邪气, 因为这个邪气啊, 它在门里门外之间, 也可以说是一脚在门里, 一脚在门外, 如果它在外边那是表正, 如果它进到里边是理正, 它现在是一脚在门里, 一脚在门外, 是半表半礼之间, 所以就出现往来很热。 看这么解释, 对不对? 邪进则寒, 正争则热。 就是说邪气, 从门里, 从门外进到门里了, 跨到门那儿, 它就把邪气给堵住了, 邪气就出不去了, 这个时候, 就是邪气在起作用了, 因为邪气避散了奏理, 邪气不能宣发于体表, 这个时候就误寒, 它不发热, 那么邪气不能总被它堵住啊, 它要拱它啊, 邪气就要拱它, 开始的时候, 因为邪气少拱不动, 就像咱们下课一样, 一个人在往口堵住了, 我拱不动, 大伙都一块儿拱, 阳气越积胆越多, 因为这儿有邪啊, 全身的阳气都向这个部位调动, 阳气越来越冲突, 最后, 拱动它了, 就和它相争, 正气和邪气相争, 正邪相争, 就出现发热了, 这时候就不误寒了, 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过程中, 它有损伤啊, 损伤到一定程度, 没有力量, 抵抗邪气了, 退缺了, 这个时候邪气又要往里进, 就又晚, 但是阳气并没有摔, 全身又源源不断地向这个半表半里调动, 等着阳气充足了, 又开始和邪气争, 这时候就又热, 所以它是正邪处于垃圾状态, 你要往里进, 我要往外推, 两个呢, 在这儿这么个状态, 他们在交战的过程中互相有胜负, 正气能够抗邪了, 把邪气给往外推一推, 它就发热了, 正气力量不足了, 退缺了, 邪气就要往里进一进, 就避太气急, 它就误寒, 所以寒热往来交替出现, 但是不是瘧疾, 请同学们注意, 不是瘧疾, 为什么, 瘧疾也叫上阳病, 也是上阳病, 但是瘧疾的寒热交替, 它是有规律的, 比如说兼日炼, 它固定就是两天发作一回, 隔一天一次, 比如说今天下午三点, 开始误寒, 这病人就冷得哆嗦, 冷时节冷得冰灵上窝, 就像躺在冰上一样, 周身发冷, 冷得发抖, 半个小时之后, 冷没了, 高烧, 体温四十度, 高热, 热时节热的, 热在蒸笼上坐, 就像上蒸笼一样, 来, 过去了, 没事了, 也不冷了, 也不热了, 后天下午三点钟再来, 兼日炼, 三日炼, 它是有间隔的, 时间是很固定的, 咱们这所说的往来寒热, 和孽级的表现形式是一样, 但是它没有时间规律, 不是隔两天, 隔一天或者隔两天发作, 而是一天可以发作数次, 甚至于数十次, 我真见过一天发作几十次的, 一会冷一会热, 在温病里边呢, 这个往来寒热也是常见的, 最常见的比如说, 有的泌尿系感染病人, 泌尿系统的感染, 它不是持续高热, 它就是往来寒热, 就这种表现形式, 这是最常见的, 其他疾病也有啊, 这种热型啊, 咱们分析, 是在首足少阳, 为什么呢, 温热病, 食热病都可以出现吗, 是气机不通, 升降出入时常造成的, 请问, 按胃气应血辨证, 它属于, 哪个阶段, 是胃还是气, 护寒发热肯定是胃份, 这个没问题, 这个究竟是哪一份, 说半表半理, 那半表是胃份, 那半理是气份, 所以它是胃气同病, 这个说法对不对, 半表是胃份, 半理是气份, 所以它在半表半理, 那就一半表一半理, 胃气同病, 对不对, 不对, 为什么, 它不是表症, 半表半理嘛, 它还偏于理, 所以, 它是气份症, 大家记住, 上阳病, 不能叫胃气同病, 因为它治疗不用截表法, 它所谓半表半理, 是邪气在半表半理, 还是偏重于理, 和解法, 属于气份症的治疗, 第三个类型, 撞热, 不同的人呢, 他用的形容词不一样, 叫撞热也对, 叫高热也对, 叫大热也可以, 都对, 就指热是赤胜, 体温很高, 高到什么程度, 39度以上, 39, 40, 或者超过40度, 超高热, 41度, 总而言之, 39度以上, 统成高热, 或者叫撞热, 它的特点, 是体温很高, 但是, 它不误含, 但物热不误含, 产生高热的原因, 是热邪入理, 这肯定是气氛症, 这个, 是热邪入理, 正邪相争于理, 这个时候呢, 邪气很盛, 正气不衰, 正邪相争的非常激烈, 是因为邪气进来了, 正气一定要把它驱逐出去, 所以全身的氧气, 都集中在这个病变部位, 和邪气抗争, 体温就急剧的升高, 这个阶段, 是温病的急期, 也叫高热期啊, 肯定是高热了, 也是急期, 它是温病发展的一个转折点, 为什么叫急期呢, 这个阶段体温最高, 体温高的原因, 是因为邪气胜, 正气还不衰, 为什么说它是转折点呢, 再继续发展, 如果正气不能驱逐邪气, 那就要向习主驱转化了, 就是说正气能够胜邪, 它就向欲, 正气没有力量驱逐邪, 正气衰败, 那就向神, 马上就要虚脱亡羊, 所以这个阶段是转折点, 也是我们治疗的关键时刻, 这个时候, 如果你掌握的时机好, 用药正确, 体温很快就退下来, 你别看它体温很高, 体温高并不可怕, 说明它正气还充足, 如果治疗的不及时, 由于徬徨, 或者是用药有错误, 很快, 就向虚的方向发展, 到虚再治就不好办了, 这是个关键时刻, 那么一般的, 鉴于哪些脏腑呢, 高热不止渐于胃, 一般都说, 阳明热胜出现大热, 阳明气氛, 当然, 胃热可以, 肺热可以不可以, 手态因气氛症, 肺热也可以, 肝胆可以不可以, 肝胆也可以, 甚至于热在胸阁, 哪个脏腑也不在, 在胸阁也可以出现高热, 就是说除了胃之外, 其他脏腑也可以, 只要是邪气胜, 正气不衰, 正邪相争有力, 又没有入营分血分, 统成都是气氛症, 它不局限于胃, 这个一般容易有误解, 好像是神大热, 口大可, 都出现在阳明胃, 不一定, 其他脏腑也可以, 大家掌握这么一个原则, 邪不代表, 因为它不同时误寒, 再一个, 不代半表半理, 它不是寒热往来交替, 又不代营分, 因为它蛇不降, 卖不戏, 也不代血分, 因为它没有出血, 一派亢奋的表现, 统成就是气氛饱热, 所以说是不是在胃, 那倒不一定, 肺, 胃肝胆, 大肠都可以, 这个好理解, 再一个, 日补朝热, 日补朝热, 在这边补, 补啊, 是深时, 是下午, 三点到五点, 应该说是十五点至十七点, 这一个时辰嘛, 两个小时, 这个补字啊, 它是和饮食有关, 古代啊, 古代啊, 没有钟表, 叫欲出而坐, 欲入而息, 太阳一出来, 出去干活去了, 太阳要落山了, 咱们就睡觉,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, 也不点电灯, 在上古时代啊, 人们就是按照太阳的起落, 太阳一出来, 就属羊, 那么就开始活动, 太阳一落山, 就属银, 天黑了, 就睡觉了, 所以呢, 一天呢, 吃两顿饭, 早晨那顿饭, 大概是九十点钟, 叫朝时, 下午那顿饭, 就这时候吃, 就叫补食, 这顿就是这么个含义, 为什么会出现日补潮肉, 潮指的是像海水涨潮落潮一样, 它很有规律啊, 这个潮子是简规律, 就是说, 这种发热的病人, 每到下午, 深时, 体温就升高, 那么请问, 其他时间高不高, 日补潮热, 其他时间热不热, 除了三点到五点之外, 其他时间体温正常吗, 不正常, 这个病人呢, 是持续的高热, 到这个时候更高, 比如说, 其他时间是三十九度, 到三点, 就开始往上升, 升到五点, 这俩中头之间, 到四十度, 甚至于四十一度, 很有规律, 每天如此, 这叫日补潮肉, 鉴于什么病, 多鉴于, 阳明辅实症, 守阳明大厂辅, 里边有造劫, 就是造势内劫, 同时伴有浮满, 痛巨暗, 舌苔黄噪, 甚则老黄, 再严重了就黑有盲刺, 卖沉石有力, 造势主在未尝, 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高热, 他怎么不选择在别的时候, 那么解释嘛, 就是说, 申石是阳明主令, 因为他并在阳明经啊, 在阳明府啊, 这个时间按十二经主令, 十二经一个经一时辰嘛, 这个时辰是阳明主令, 阳明未尝是多气多血之经, 他正气重盛, 而且并又在他本经, 所以这个时候, 正气奉起康邪, 这时候正邪相争最激烈, 其他时间也争, 但是没有这时候激烈, 所以这时候体温高, 这叫日补朝热, 请问, 是在胃分啊, 气分还是赢分血分, 还是气分, 日补朝热, 是在高热的前提下, 他的前提是高热, 在这个时辰更高, 下一个类型, 身热不阳, 这个前面咱们提过, 身热不阳啊, 请大家从两个方面去理解, 一个方面, 是指这个热形本身, 是指发热本身, 体温高, 用体温表量可能是40度, 甚至于41度, 但是呢, 面不红, 皮肤表面, 你摸一摸, 也不像发烧的病人一摸就烫手啊, 因为咱们是37度啊, 你一摸它觉得热, 没这感觉, 甚至于你摸它的手, 特别是小腿, 可能还发凉, 手脚小腿, 可能还发凉, 净了, 这个建议施热病, 因为, 施血组织气急, 施把气的通路给堵住了, 气的生降出入时长了, 而且呢, 热血又运在施中, 要施热裹结嘛, 施把热给包住了, 热运在里边发跃不出来, 它不是没有热, 有热, 而且也有湿, 有湿有热, 正气就要和施气争啊, 正邪相争, 它肯定要发热, 所以它体温是高的, 但是为什么你摸, 刚摸的时候它不热, 是因为热运在室中, 发扬不出来, 就好像那火呀在灰里头埋着一样, 你表面看不出来, 实际里头是一桃子, 所以, 深热而不着手, 但是啊, 你别擦手啊, 它们摸它五分钟, 你就这么按五分钟, 开始是凉的, 逐渐你就感觉到, 这个肌肉皮肤, 热慢慢就出来了, 因为啥, 你这么一, 拿手一摸, 它这地方热散不出去啊, 所以时间长了, 你就感觉出热了, 它毕竟还是热的, 它表面看不热, 就像我说那个年糕一样, 表面是凉的, 里头是热的, 这叫不阳, 里热不能发阳于外, 所以热相不显, 不等于它不热, 这种热情叫深热不阳, 但是深热不阳, 另外, 也包括全身症状, 你应该全面理解, 从热情上说, 体温高, 但是表面不热, 热孕于铝, 不阳于外, 从全身症状来说, 里热胜应该面红, 这种病人面不紧不红, 反而淡黄, 为什么呢, 湿热欲增, 热没有入血脉, 热也不能鼓动血液, 它裹在湿里边, 所以面部不充血, 淡黄的, 甚至有缺血的表现, 脉搏不硕, 反而如缓, 或者迟缓, 大便数日不下, 四五天, 六七天不大便, 但是一旦下来之后, 大便并不干燥, 反而糖质, 应该有热的病人, 应该烦躁啊, 病人不仅不烦躁, 反而呆迟, 发呆,发傻, 北京地区啊, 叫秋傻子, 南方呢, 叫秋呆子, 你呀, 呆傻, 就是说, 发烧的病人, 他应该心烦烦躁啊, 这种病人不烦躁, 也不躁动, 反应很迟钝, 但是他不是昏迷, 也不见得就昏迷, 就是发傻, 因为什么, 失足契机, 失着蒙蔽心包, 机窍不灵, 所以有这种表现, 这些表现, 实际上, 都是深热不扬的表现, 都是热发扬不出来的表现, 被湿蒙住了, 咱们从热形上说, 就掌握, 深热不扬是体温高, 但是体表, 没有明显的热下, 这个属于哪一阶段, 气氛失热, 因为什么, 他肯定不代表, 因为他不不寒, 他又没有损伤赢许, 所以, 他是功能失常的病变, 也属于气氛症, 再一个类型, 深热夜肾, 一般的呀, 咱们写发热或者深热, 怎么区别呢, 这个没有个严格规定, 好像一般有这么习惯, 表证叫发热, 或者统称叫发热, 里热, 热时比较高的一般叫深热, 一般写发热为物风暗, 不写深热为物风暗, 一般写深热都是指里热, 高热, 这种病人呢, 他是深热夜肾, 就是说, 24小时体温都是高的, 是持续的发热, 但是到夜间更高, 比如说, 其他时间, 是39度, 到夜间就升到40度, 这一度, 怎么升上去的, 这个类型, 是热灼盈, 是热邪深入血脉, 损伤了血中的筋印, 它是既有热邪剩, 又有盈阴伤, 热邪还是剩的, 正邪相征, 所以它持续高热, 为什么到夜间高上一度去呢, 因为它盈阴不足, 因虚了, 人体的阳气, 骤行于表, 夜行于理, 到夜间, 阳气潜躺于体内, 本来它就阴阳不平衡就发热, 它阴就不能制约阳, 现在阳气大量的进入体内, 阴不制阳, 阳升得热, 并不是阳气多余, 阳气过剩, 而是因为阴不制阳, 阳相对的过剩, 所以它体温高, 到早晨, 阳气出于表, 体温就降下来了, 降到什么程度呢, 还回到39度, 它不是降到正常, 所以身热夜肾呢, 渐于阴分阵, 阴阴不足, 热灼阴阴, 带有种类型啊, 是夜热早凉, 请问, 这是个高热还是个低热, 夜热早凉的病人, 是高热还是低热, 是持续发热, 还是间断发热, 间断的低热, 这个鉴于, 温病后期是后遗症, 温病啊, 在恢复期, 邪气大部分已经去了, 大部分, 通过治疗啊, 大部分都解除了, 但是还有点残余, 而且这点残余呢, 伏地部位很深, 叫鞋伏阴分, 阴分指的是哪儿啊, 神部, 具体来说, 应该说是在血脉, 血脉里边还有点鱼鞋, 部位很深, 所以它不容易取出, 没有搜体干净, 但是呢, 血气很轻, 也不重, 就是说, 温病通过治疗, 大部分血气已经解除了, 所以体温呢, 开始降下来了, 但最后呢, 它老有点低热, 恢复到正常, 一到夜间就37度5, 37度6, 到早晨就正常了, 就这么个状态, 这个可以拖延很长时间, 治疗的不及时, 可以拖很长时间, 这种病人往往伴随着, 能食行瘦, 吃饭一点不影响, 就是不长肉, 为什么呢, 它脾胃没病啊, 消化能力不错啊, 所以能吃饭, 为什么不长肉呢, 消耗, 被那点鱼鞋消耗了, 你所化生的精微物质, 被鞋器所消耗, 一到夜间, 体温就上了一点, 也不是很高, 超不过38度去, 低热, 到早上起来热就退了, 而且热退不汗, 在整个发热过程中, 一直到热退掉, 你不用治, 早上它自己就退, 也不出汗, 邪气身浮在阴分, 因为它潜伏的部位很深, 而且, 是温病的后期, 阴液没有恢复, 所以它这个低热的原因, 还是阴许, 夜间阳入于阴, 阴不能治阳, 所以有低热, 它跟阴分症这个深热, 夜渗不一样, 这个是还热血很胜, 所以它体温很高, 夜力更高, 这个邪气很轻了, 没有多少邪气了, 小谷的残余土匪, 大部队都消灭了, 所以它没有那么大能量, 仅仅是阳气进了之后, 阴阳不协调了, 稍微有一点低热, 但是因为它部位很深, 所以还不容易清除, 早上起来阳出晕, 阳气出来了, 它热自然就退了,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, 就是个阴阳失调, 怎么办, 如一通叫热自阴来者, 情豪别甲胎主持, 这是一种类型, 热自阴来就是热从阴分而来, 藏在阴分, 低热, 这个低热和刚才讲的, 夜热倒了两不一样, 这是持育性的低热, 昼夜都有热, 但是呢不高, 在38度以下, 这往往降于温病的后期, 热邪深入下胶, 损伤干血腎经, 干肾阴亏, 不一定有邪的表现, 是阴不能致阳, 阴阳本身平衡, 是阴虚发热, 阴虚怎么造成的, 热血造成的, 这个发热, 你别看它体温不高, 它伴随什么症状, 下胶干肾阴亏, 干肾之阴被热血损伤了, 伴随什么症状, 手足心热, 两全红, 蛇红无胎, 或者蛇将无胎, 牙齿干枯, 虽然没有像枯骨一样, 但是从里向外干, 甚至于眼眶塌陷, 两眼无神, 吴俊通说神卷欲眠, 山寒论叫淡玉妹, 实际上他也不是神卷想睡觉, 也不是淡玉妹, 是什么意思, 他也浑浑浑浑浑浑的, 是有点昏迷状态, 不是缺觉, 不是犯困, 淡玉妹也好, 神卷欲眠也好, 都形容他想睡觉, 就是要睡觉那个状态, 实际上是昏沉, 是精血大亏的表现, 脉下沉细, 或者是浮大, 或者是散, 因为是很危重的病, 重度脱水, 严重的脱液, 甚至于将要亡阴, 是这种的热, 所以像这种的热治疗, 你就不能去邪了, 这样辅证, 大计量的资因要填补, 填补人因, 不是一般的资因, 要往里填, 要用血肉有情之品, 这多见于春文病的后期, 关于热情啊, 咱们就介绍这么多, 发热, 物含同时存在是胃分症, 含热往来, 撞热, 日补朝热, 深热不阳, 都是气分症, 深热, 夜肾是淫分症, 夜热, 早粮和低热, 可以说是血分症, 是血分的虚症, 在温病过程中, 那当然发热, 是一个主要症状, 除了发热之外, 再重要的, 就是汗, 在温病过程中, 它出汗不正常, 所以叫汗出异常, 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, 健康人也出汗, 出汗是一种生理现象, 它的机理是什么, 内经讲啊, 阳加于阴, 为之汗, 什么意思呢, 人体的阳气, 真化了体内的经验, 通过毛孔, 渗出体外, 这就是汗, 所谓阳加于阴, 是阳气, 真化经验, 阳气把精液蒸发到体表, 通过毛孔渗出来, 你能够见到水分, 那就是汗, 就这么个机理, 正常人也有, 为什么, 在天热的时候, 为了调节体温, 向外散热, 就出汗, 所以夏天汗就多呀, 冬天一般就不出汗, 或者是热地饮食, 你吃的太热了, 体内热量太多了, 也通过出汗, 向外发散, 还是调节体温呢, 或者是运动之后, 剧烈运动之后, 脏腑功能都亢奋, 里边就生热, 这个多余的热排不出去怎么办, 通过出汗, 向外发散, 总而言之, 人能够保持恒温, 就是用汗来调节, 这个汗出与不出, 是阳气的作用, 奶骨阳气, 由胃气来控制, 胃阳之气, 所以正常的人, 该出汗就出汗, 不该出汗就不出, 在温定过程中, 这出汗就不正常了, 不该出汗它出汗, 该出汗它又不出汗, 这就叫汗出异常, 有这么几种情况, 第一种情况是无汗, 体温38度, 按说体温上升了, 那么人就应该出汗呢, 通过出汗向外发散热量, 可以调节体温使它恢复正常了, 深热而无汗, 同时还无寒, 什么原因呢, 由于热血清洗体表, 导致表欲, 热血要往里进, 它的体表, 它堵塞了气机的通路, 气机出入的通路被它堵塞了, 它也没有完全给避住, 但是它要往里进, 里出外进都有障碍, 所以它进也不那么容易, 胃气的宣发也失常了, 胃气的宣发失常, 今夜的代谢也失常了, 正常情况下, 胃气一宣发就带着今夜了, 现在因为胃气宣发障碍了, 今夜的代谢也障碍, 所以汗出不来, 但是请注意, 温病的无汗和伤寒的表壁无汗可不一样, 伤寒的表壁无汗, 皮肤是干燥的, 温病的表育无汗, 皮肤并不干燥, 是潮润的, 甚至于还可以有少量的汗出, 咱们这所说的无汗就是说, 它体温高, 但是呢, 见不到汗, 但是皮肤并不干燥, 是因为表育, 这是一种情况, 无汗, 再一种情况, 盈分症, 身热夜肾, 心烦造扰不媚, 口返不甚可, 蛇红将麦西说, 请问有汗没汗, 盈分症可以到39度到40度, 夜间可以到41度, 有汗没汗, 无汗, 为什么, 因为它阴不足, 这血中筋液损伤了, 它肯定热血是先伤肺的筋液, 然后是胃的筋液, 最后才是血中筋液, 那么就是说, 肺胃的筋液, 血中筋液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, 热血把这个盈因蒸发到口, 口不深可, 但是它没有多少水分了, 蒸发不到体表, 所以它是干热乌汗, 这种乌汗, 是汗没有来源, 汗源不足, 你要给它输液, 或者是给它滋阴, 它就能出汗, 这种汗不是不想出, 而是出不来, 它没汗可输, 没有资本, 好, 咱们休息一会儿再讲。